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代众人 欢迎您再度收看亚洲很想聊 美国政府的重要官员 接连出访了北京 美中关系会有什么样新的变化 同时乌克兰开始展开了绝地大反攻 目前战况如何 同时最新的战况 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呢 台海峡会有什么样新的局势的变化 另外各方都在关注 北京的重要的一个政坛大八卦 就是中共的外交部长秦刚 为何失踪了 到底北京政坛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今天我们一连串来关心这许多问题 是环环相扣的 我们节目到邀请了两位嘉宾 第一位嘉宾是在美国现场的 美国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的 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 欢迎你吕中兄 主持人好 明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台北现场的是台湾大学政治系的荣誉教授 明居正 明老师 欢迎你 主持人好 翁教授好 一开始我想请教明老师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接连的三大官员 包括布林肯在内都到北京去访问 看起来有人分析说美中关系有可能解冻的迹象 真的是美国开始试软了吗 试软这句话我想特别回应一下 因为这段时间我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讲这个话 现在从美国看起来或从我看起来 美国对中国大陆两手好牌在手上 我为什么要试软 那怎么叫两手好牌呢 第一 在这个军事上面我占相当的优势 第二 在经贸上面我占相当的优势 经贸上面当然是这个叫做互赖 interdependent 那是双方互赖的 但是从高科技上面 从尖端科技上面 不管是产品或技术或者服务方面 那美国都占这比较高的优势 所以美国现在抓了两手好牌手上 它没有必要试软 那为什么现在看起来比较软的动作呢 我们得回头看一下 大家常常有一个错觉 因为这个我们看国际关系 看久了之后呢 会比较有种感受 那一般人看国际关系 会有种错觉就是 他们两个如果说对抗 那就每一步都要对抗 他们两个如果好 那每一步都要好 不是这样的 尤其是大国之间 因为他们这个牵涉利益非常多 另外一点就是 大家都拥有核子武器 你说随便要打仗 那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大国关系我常常讲 一张一尺一张一尺 所以一张一尺就是 我希望有的时候收紧一点点 有时候放松一点 有时候放松一点 那松紧之间就在于说 我看是不是能够压迫你修改行为模式 达到让我满意的地步 那么对美国来说 美国认为我两手好在手上 所以我对你呢 有的时候软一下 有的时候硬一点 有的时候软一下 硬一点 目的就是说我在收紧之间呢 就压迫你修改行为模式 好那你说 那可是他先后派了三个人去 那布林肯去了 然后耶伦去了 然后现在这个 谁又去了 什么等等 那将来 这个克里 或者说这个凯瑞去了 然后过一阵 那个可能那个 戴奇亚去 什么的 那对都有道理 问题是 美国去的时候呢 美国有美国想法 就比如上次这个布林肯去 大家说布林肯去扣头外交 尤其是共和党骂他骂得非常厉害 我说你仔细看 不是哦 他去那边呢 对这个习近平让他有点难堪 坐的位置好像不太好看 但是这个布林肯讲了两段话 讲得很清楚哦 第一 恶乌战争呢 我们要这样做 我先来告诉你 第二 我告诉你台海你不要随便动手 所以在我看起来 你如果仔细解读他 布林肯去干什么 去画红线的 第一是俄乌战争 我这边快打完了 你不要再去帮俄罗斯 那反正打完俄罗斯 我们看看怎么再来分就是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台湾海峡 你不要给我动 台湾你要给我动 我就不会客气 那我话是可能讲得很圆融 但是我意思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国务卿是去画红线的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对中共玩了这么多年 慢慢他想通 我也跟你玩两手政策 一手是软一手硬 或者我也跟你玩笑领外交 但同时我在封锁的 或者说在封杀的 或者关税的 或者脱钩的 或者去风险化的 我一点都没有客气 是不是这样 那么也就是我两手在这里 最后一点就是 你若仔细看的话 美中的关系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讲 美中对抗这几年下来 他的对抗已经结构化了 从国际法 国际秩序 到具体的什么台湾问题 南海问题 双方都很难退让了 那么也就是说 除非有一边真的是出现了 政策的180度大转弯 或者说国内的政治风气 完全改变 或者政治结构完全改变 否则的话 很难出现这根本变化了 所以我说一张一尺 一起一落呢 就这意思了 你刚提到说 这个这一张一尺的主要目的是 希望能够矫正或修正 这个对手的这个行为 好那你觉得美国期望 北京做什么样的一个修正 第一我刚讲的很奇怪 至少在两个问题上 俄乌战争上面 你不能帮俄国 台湾问题上 你给我收敛一点 这个再过去就已经 这个表态过了不是吗 对啊 但现在我快打完了 我怕你又去帮忙了 我猜 我猜美国其实得到情报 中共有帮忙 但是他一直讲说 所以你注意看 美国在讲的问题上 他的话是有改变的 他最早讲是 不希望中共对俄罗斯提供军火 后来这个布林肯回来的时候 他说习近平答应我不提供致命武器 差了两个字 布林肯如果是这种态度的话 那您怎么看待那个叶伦区呢 叶伦区的目的是 叶伦区目的表面上说是去卖国债 我们看就是 叶伦要去问清楚 你们对这个经济情况 你们到底要怎么处理 因为我们想知道 你们的经济政策 你要这样瞎搞下去 那大家都完蛋 所以叶伦其实需要 advise 你的经济政策 你是不是得放松一点点 你现在看到没有 他现在不是讲说 对民企放松了吗 叶伦我觉得是提醒这一点 叶伦告诉他说 你的经济要这样走才能走得起来 你的经济好大才会好 这点大家很清楚 因为脱 我很早讲过 我不可能脱钩 双方要脱最多是在高峰 对不起 在高科技地方脱 因为这地方美国是占优势的 那中低的部分 中低产品部分 美国相当成都是依赖 中共跟这个依赖印度的 所以他不可能完全放手 所以就是美中方面 你说完全脱钩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明白 李中文说您同意刚才 这个明老师他所说的 布林肯去很重要的目的是画红线 同时你怎么看待叶伦跟克里的这个北京之行呢 是确实就如同刚刚明老师所分析的 我们觉得是非常有道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好像对话就是示弱 就是示软 事实上并非如此 因为我们在国际关系当中所强调的所谓的 Deterrence Force 其实包括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军事上面的强化国防力量 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谈判 而这个谈判呢 你可以看到只要他谈判踩的底线非常强 也就是美国虽然派了布林肯派了叶伦 派了这些克里 到了中国北京去做谈判 可是美国有没有在他的底线上面做出让步呢 美国对于中国的经济制裁 尤其是高科技的制裁并没有改变 甚至我们看到美国现在还出台了 根据所谓的小院高墙的一个政策 针对非常核心的高科技晶片 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制约 然后呢在其他的方面呢 做出一些松绑 其实就如同刚刚明老师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对话 这样的一个沟通 其实是在划出红线 可是我们在外界外面来看呢 好像双方是有一些沟通机制 好像在互动 可是更进一步的解读的话 可能是在红线上面做出一些 红线到底应该往前伸 还是往后稍微的做出一些调整 因为美方其实现在也在观察 包括了中国国内的勤资 他们的掌握 中国国内的内政 中国国内的经济 是不是造成中国的领导阶层 会有感受到一些压力 那当然在硬体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防力量上 其实美国呢 对于他自己的国防实力 还是有一定的掌握 也确实也觉得 有一定的信心跟优势 所以美国呢可以是说 现在手上仍然是握着他所谓的聚棒 同时他在看看 在跟中国谈判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可以拿捏到 美国比较有信心的那条红线 目前看起来呢 双方是正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揣摩 相互的揣摩 只不过从美国的立场来看 或者是以美国的动作来说 要解释美国是示弱 好像有一点点过于乐观 或者是过于这个想象 因为其实整个美国的 尤其是华府的政策圈的情势 看起来 抗中事实上 也许有鹰派跟鸽派 不同的途径 或者是不同的想法 但是抗中对待中国的态度 基本上是负面的 这个是跨党派的共识 我们要知道 在美国极度两极化的美国政治 但是中国的问题恐怕是非常少数的两党共识 那当然中国问题也跟台湾问题有关 所以这个话题 我们要说美国是对中国示软 恐怕是有点过度解读了 是假定不是示软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么美国的三大官员去了北京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美国希望朝一个比较和缓的方向来去发展 那你刚刚提到了说 这个美国对于这个中国的一些制裁 其实也没有松手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叶伦离开了北京之后 在金融市场当中 美元就立刻贬值了 显然这个市场当中 还是有很多人高度预期不是吗 确实是这样 所以其实美国现在遇到的状况 比较不是行政单位 或是立法部门的所谓的政策精英圈 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做出了一些改变 但是在企业界 尤其是对于国际政治 他们的观察会是不一样的 对于企业主来说 他们看到他们要看到的是 中美之间能够尽快的稳定下来 当他们觉得他们的生意 可能会受到影响的时候 当然就会开始采取一些行动 来要求政治人物做出一些改变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 我们说在华府呢 虽然政治圈对中国的态度没有改变 可是政治人物包括我们所了解的 政治人物所接受到的一些讯号 尤其是来自他们背后的支持者的讯号 其实是希望他们跟中国之间能够赶快的 至少看起来有一些沟通 让市场的机制可以稍微的得到一些乐观的消息 让他们能够做出一些市场上面比较乐观的期待 我想这个政治跟经济呢 可以合起来看 合起来看之后就可以更进一步来解读 为什么美国现在一方面的在军事上面要强化 可是另外一方面感觉起来沟通的这个机制呢 也在积极的建立 可是如同我们所说的并不是试软 而是更进一步的去了解 到底要怎么样来画下这个非常坚定的红线 是 林老师 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吕中兄说的话 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 其实市场或是说那个商界他怕什么 他怕不确定性 是 对不对 他很明确下来 你要么就很好 要么就很坏 我们当然希望说两边关系很好 所以商界在期待 两边最好开启一些对话 那么你说有些人讲说 啊 美国去试软了 其实商界希望看见这种话 因为试软就表示双方有对话空间 双方对话空间 双方和好 双方和好了那种不确定消失了 我们才晓得怎么做生意 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是补充 这个像吕中兄讲的那个方向 因为这个是我从商界里面得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他们说你们想打下去 我们不晓得答案什么样的 我都想怎么办 你要么给我一个明确答案 你要么就达到死 要么就是双方开始改善 所以他们现在期望看见改善的一个迹象 那刚刚讲说三个人去了 大家觉得有点放心了 是这个意思 在过去特别是在这个台海关系上面 我们常常用这个以伤为政或以伤逼政的这个说法 我想请教在美国现场的这个吕中兄 我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们节目录影前的这个两天 美国的Intel高通还有NVIDIA的这个领导人 进到了白宫跟拜登谈 那么基本上这三大巨头跟拜登谈的一个很重要 就是希望美国政府对于北京的晶片管制不要这么严厉 或者是进行一些修正 你觉得这个完全是来自于美国内部的这个自发性吗 同时是不是即使完全自发的话 其实北京也看到了一个缺口呢 是的 事实上就像主播您观察的非常到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政治 我们熟悉美国政治就会发现 美国是一个完全Lobby合法化 而且美国的政治现金的法案 其实也相对的非常的松 也就是说企业主对于政治人物的影响力 是非常明显而且非常直接的 这也是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企业家 当他对于可以进入到白宫 进行一些斡旋 希望拜登政府 或者是希望进入到国会 希望国会议员在某些议题上面 可以站在企业来做思考 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的政府 也做出相对应的回应 可是我们还是要必须 又必须要强调 现在的主轴美中之间的竞争 是一个系统性的竞争 到目前为止至少在决策圈内 没有看到对于中国 要完全采取比较软弱的态势 事实上到了2024年的大选即将接近 民主跟共和两党恐怕政治人物 反过来要去要求商界的人物 商界的企业家 要共体时间去了解到中国的威胁 可能拜登要多多的去沟通 否则的话他面对共和党的要求 可能还有点撑不住 是 刚才米老师您提到了说 这个拜登派了这么多的官员去 其中布林肯去的时候是画红线 在台海的问题当中 是表示了美国比较坚定的立场 对不对 表定这个坚定的立场 其实希望本来台湾被誉为 是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所以美国的这个表态 是不是另一方面 也释放了一个讯号 给台湾说一切造就 通通不要有任何的状况 让我2024年的这个 这个后面的这个选举能够顺利进行 你记不记得这前几年 不是这个几年多年前 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 他不是发过一些什么信念文告 就吓到美国了 那听说话有一次 美国后来讲 No more surprises No more surprises 你不要再吓我了 你不要再出出怪招了 也就是我常想着说 台海现状 台海现状 维持台海现状 请问各位 这讲讲有点尴尬 请问各位 台海现状 谁来决定 谁来决定 台湾人觉得说 我们来决定台海现状 不是 中共觉得说 我们来决定台海现状 都不是 美国决定 什么叫台海现状 是不是这样 因为为什么 不好意思 国际关系 我们讲究现实主义 就是 谁的全都大胳膊梳 谁讲话 对不对 那我常常问我学生 我说 非洲第一大国谁 他说 南非 埃及 都不对 欧洲第一强过谁 德国法国 都不对 南美第一强过谁 阿根廷巴西治理 都不对 那他们说谁 我全部都是美国 为什么 你当这个国家的国力 能投射到那里 或者说 他表示 他要投射国力到那里 而大家会因而改变 他的行为模式的 这个叫强国 是不是这样 所以刚刚讲说 这个台海局势 什么的 就是这样子 讲起来很尴尬 但是现在 这形势比人强 我们倒不是说 要抱大腿干什么 而是你看清楚形势 然后决定 如何利用形势 这既是国际关系的道理 也是兵法的道理 所以对美国来说 台湾的重要性 就在这里 它有多方面 等一下我们有机会 再详细说 对美国来说 台湾 其实这话我讲了好几年 台湾的这些粉红朋友们 都听不下去 老是觉得说 中共说了算 我说从来不是了 我从来都是 美国说了算 因为美国真的 拳头大胳膊说 还有一点就是 美国的价值观 现在国际主流社会当中 比较被接受嘛 这点比较重要嘛 是不是 我不是说 中共不可以提出 新的一个秩序出来 可以 当你提出一个新的秩序 要么就大家都打不过你 要么就大家都心愿 诚服接受 这两者你选一个 如果你都说不到话 那就轮不到你讲话 今天美国是 我又全都大胳膊说 然后我提出国际秩序 你又勉强可以接受 那当然就是我说话嘛 是不是这意思 这就是国际政治现实嘛 是 明老师这个话 一语重地 不过呂中修 我倒想请教你 因为你现在人在美国 也许这个保持一个距离 看的事情更清楚 同时也更贴近华府 你的观察可能更加的这个细致 假定这个 现在希望台海都无事 也能够让拜登未来的这个 连任竞选更加的这个顺利的话 请问你觉得 美方希望台海无事的状况之下 他们会乐于见到台北跟北京对话吗 是 是不是乐于见到台北跟北京对话 首先我们必须说 美国对于美国来说 台湾确实像是明老师所说的 台湾最好不要出一些乱子 也就是台湾必须扮演的角色是 尽量的配合美国 或者是能够符合美国的利益 也就是不要有太强的自我的组建 这确实听起来比较尴尬一些 但是我们也必须说 这就是国际政治非常现实的部分 至于说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对话 那当然也是如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美方如何来操作 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对话 如果要对话 是不是透过跟美国的沟通 是不是让美国了解对话的内容 或者是对话的方向 我想如果要对话 美方一定会非常的在乎 现在整个华府酝酿的氛围 或者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共和和民主两党 在很少见有共识的议题上 对于中国强硬支持台湾的民主自由 这是很少见的共识 而共识当中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 就是所谓的peace through force 也就是所谓的和平必须要透过国防的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国会 或者是在行政部门都在强调 台湾自己的国防意志 不管是延长兵役购买军购 事实上都在强调的是 台湾自己要做出一些准备 有了准备之后 再来谈所谓的和平对话 目前美国看见的台湾是没有和平 应该有的deterrence force 也就是硬实力 台湾竟然还没有做好准备 当然美国就会觉得 现在如果要谈所谓的对话 恐怕做上谈判桌 也会是非常的不对等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特别担心 如果有任何人积极的想说 我们现在不论如何就去接受任何的条件 要做对话 这是美国不乐见的 但是如果台湾做好了准备 然后再来考虑下一步 是不是要坐上谈判桌 我想这一点 可能对于美国来说 也是比较能够接受 当然我们要强调的 还是一样回到刚刚明老师所说的 整个两岸局势 或整个亚太的局势 其实真的是要非常清楚的了解 美国的印太战略 否则的话自己乱走 很有可能都会受到一些阻碍的 刚刚两位都提到了说 这个台湾不要随便乱出招 不要随便惊奇 有一个刚刚在 其实在我们录影前 应该说是台北时间的 今天的凌晨的这个讯息 顺便也请教明老师 就是这个英国的Financial Times 写了一篇独家报导 基本上这个Financial Times的这个新闻 在我从事新闻工作那么长的时间 我们比如说他们的这个记者 他们的这个主笔都非常的这个慎重 这篇文章里面写到了一个独家报导 就是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副总统 赖清德先生 那么在日前从事这个相关活动的时候 那么对于一些台湾的朋友们说 他说如果台湾的总统能够走进白宫的话 那政治目标就达成了 这个话呢 这个照Financial Times的这个说法 所以引起了美方的这个顾虑 那么希望台湾能够有所这个澄清嘛 我看了这整个的报导里面 我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 少见的一件事情就是Financial Times 特别强调他询问了八个官员 OK就是这个台美双方八个官员 台美双方八个官员 然后呢其中他引用了台湾的高层人员 他说那么英文赖清德的这个说法 跟我们平常做的说的不一样 他指的我们就是小英政府OK 那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很显然的是 小英政府的官员去跟Financial Times 那相对的这个我们看到中央社发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否认说这个事情 曾经来询问过这个赖清德 不过看起来我觉得这个都是 这个在过去新闻当中 常常操弄的这个方式之一了 但很少数出现说 引用直接台湾高层官员的这个说法 而且后面就刚才明老师所说的 这个台湾官员一直说 美国方面美国国务院 那么希望这个询问赖清德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惊奇要发生 surprise的发生 所以您觉得其实现在台湾的政府 真的这个跟美国之间的默契 其实起码现在当局跟美国默契是不错的 应该还算是可以的了 你可以看到一点就是 沟通算是顺畅 你记不记得在陈总统那个时候 有段时间沟通是不顺畅的 非常不顺畅 非常不顺畅 你加了两个字 我本来不想加两个字 不是对的 那我想就是我们那时候派到默契去的那个代表呢 好像跟他们不容易说上话 他们不愿意见 为什么因为太多surprise 太多让他们惊奇的地方 那我想这个赖富这个话呢是这个意思啊 他说最终能够去到白宫 这样讲就清楚了 他如果这样讲 就说你是不是马上就过来要干什么 你要给我制造麻烦 赖富总统讲的是选举语言 是 美国也应该想清楚 就像有的时候 你川普现在讲说 你要对台湾周遂 台湾不是很多人不高兴吗 那他也是选举语言 是不是 川普上来的时候 他也不敢真的做这个事情 他心得很清楚 他非常清楚就是他对 就是美国的高科技 对台湾依赖到什么程度 他非常清楚 那这种话选举语言 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认真 但是呢 我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这江湖不要 最后把选举语言当真了 我猜美国去想澄清赖富总统 那个讲话也是 你这个是选举语言吗 还是你真的想操作什么玩意儿 你给我讲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 再往下看一看就知道 再注意看一下 赖富的选举语言有没有修正 这点我们可以观察 因为他算是一个先行指标嘛 大家都知道 为了国内选票的时候 你会多讲一些话 会多做一些事 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民主政治嘛 你有你的难处 我有我的难处 那你不能说 我都迁就你难处 你不迁就我难处 头过身就过嘛 我先过了再说 你让我过了再说 那所以 我猜就是 大家澄清完之后 不会有什么事情 那只要就确定他讲 我希望最终的目的是 进到白宫 那可能3年5年10年8年嘛 那没关系 你让我说就好了 那美国明白之后 大概就过去了 我猜是怎样 李柔兄 我不知道刚才我们提的 这个新闻讯息 您是不是了解 但是我想请教的就是 依照您跟明老师的分析 很想的 在这个未来台海关系当中 台湾本身能够 这个我所欲裕的空间 其实不是很大 对不对 确实是这样 而且美国会非常谨慎的来观察 不管是现在的所有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甚至是未来的领导人 美国都会听其言观其行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 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报导 其实他做了非常详细的报导跟分析 而且问了非常多人 其中有一位这个 跟华府非常接近的专家学者 就用了一个词叫做unhelpful unhelpful就是没有帮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要必须先了解 现在美国主要来说 对于肖美琴大使以及蔡英文总统 能够维持住两岸关系 是给予极高度的评价 我在这边强调极高度的评价的意思是说 其实任何的总统候选人 在台湾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如果能够延续所谓的蔡英文总统 那种稳定两岸关系的路线 事实上都是对于他们未来 在美国政府面前 是比较正面的形象的 那么我们就看到蔡英文总统 保持的维持稳定的这个现况 那对美国是非常加分 这个时候呢 賴清德副总统 虽然说是所谓的选举语言 但是美国当然也希望 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 究竟是说访问华府要努力达成 还是说未来 可是即便是未来 可能跟目前的小英总统所说的 维持现状 以后再说也有点差别 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报道出来 而且华府也可能会 更进一步的去了解 这个这样的选举语言 会不会持续 如同明老师所说 接下来会不会做修正 可能是美方很密切会观察的指标 我想政治人物 他的这个说话 总会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关注了 那我们也可以从广义来说 军事的将领 他也是政治人物之一 我想请教明老师 就是美国印太的这个司令部的这个司令 这个阿吉尼奥 他最近公开的这个说 这个他首要任务是要 嚇阻 嚇阻中共去侵略台湾 但是如果呢 中共动手的话 他说那他势必就是出手 那他特别强调美军一定要获胜 在过去一段时间 美国的军事将领 曾经这个示警过很多次了 可是在这次最近 他又这么样公开的说 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话不是讲过很多 但是越讲越凶狠是为什么 对 他这个话 其实他应该是 若我没记住 他是他本人是第二次讲这个话 他上次在这个另外场合也讲过 那场合我忘记了 呃 台湾很多朋友 要么就对国际关系不太了解 要么就被中共洗脑洗得有点 有点糊涂了 所以常常会讲 啊 美国人最坏了 美国人就想推台湾去打仗 为什么推台湾去打仗呢 因为想卖武器给台湾 想赚台湾钱 这第一个 第二呢 美国人最坏了 美国人推台湾去打仗 为什么 让中国人自强残杀 第三句 美国人最坏了 美国人把他推台湾去打仗 因为要遏制中国的崛起 这些呢都是 要么就是从中共角度看问题 要么就是真的是 对国际关系没什么了解 呃 你仔细看呢 对 这个 美国呢 从二战以后呢 打过不少次仗 但是哪一次战争 美国跟一个有核资武器的国家打过仗 嗯 没有 甚至就是你说这个 呃 北韩 北韩这家伙 你说很小了吧 对不对 人口跟台湾一样多 然后面积比台湾大个几倍 对美国来说 这个很容易对付的对手 嗯 美国讲我多少次 说讲我狠话 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了 那个 川普在台上说 川普跟那个 这个金三胖 不是双方互相叫骂吗 是 然后这个金三胖 说啊我桌上有那个盒子按钮 川普说我按钮也 我也有按钮 我按钮比你大 对不对 两个听着像高东生在吵架 但是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双方在叫牌嘛 所以那时候 双方讲得很凶 后来很多朋友 包括很多这些 我们圈的朋友讲 他们会不会打小 我说绝对不会 他说你怎么这么把握 我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 美国认真想打过一个 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嗯 从来没有过 也就是有了核子武器之后 当你有了核子武器 你对核子武器的杀伤力 跟破坏力 了解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真的不敢随便打开 打开这个盒子 因为这太可怕了 我讲的意思就是 美国不会轻易 跟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作战 但是你没有核子武器的时候 我就敢打你 或者你即将有核子武器的时候 我敢打你 譬如说他打过伊朗 对不对 然后他打过利比亚 为什么 他们都曾经想做核子武器 都已经走到某一步了 或者是让以色列去打伊朗 对对对 也就是说 不管什么 你们这个国家 看起来有核子武器 将来会对我有威胁 那我就先动手了 台湾当年也有过原子弹 也想要做原子弹 核子弹的时候 美国不得出手封杀过吗 对不对 这我们都很清楚的 所以对美国来说 他不要跟有核子武器的国家打仗 但是 不跟有核子武器的国家打仗 并不表示你不做准备呀 你一定要做准备呀 但做准备 所以我刚回到刚刚的话题 台湾很多这些亲中的朋友 亲中共的朋友们 讲这些话呢 基本上是没有尝试的 什么叫没有尝试呢 美国第一 他不会想跟中共打仗 因为中共现在 有一定的核子武力 所以美国对于中共 他要上策跟中策 我很早就讲说 美国对中共上策就是 我嚇阻战争之爆发 中策什么呢 万一嚇阻失败 我就要打 打一定要打赢 我这样讲 但是没有人相信 我记得我那时候 在电视讲过这话 底下人留言骂我 你这不懂 基本国际关系啊 什么什么 那我说 我就因为懂国际关系 我才讲这个话 我再说一次 美国上策是 嚇阻战争爆发 中策呢 是如果不是 嚇阻失败 就要打赢 Archirino 在我讲完的话之后 没有几个月就讲到话 所以这是第二次这样讲 Archirino在讲的话 就是我一而再 再而三提醒你 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他说 这是我得到的训令 This is the instruction I get 就是我得到的训令 第一我要嚇阻战争 第二如果嚇阻不成我打赢 我明白告诉你 我的任务就在这里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美国为什么才有这个策略呢 因为台湾对美国太重要了 台湾对美国重要性超过乌克兰 这我好像已经讲了几年 大家还是不太详细 但现在慢慢看懂了 美国现在讲 全世界这个晶片呢 台湾生产60% 高阶晶片生产90% 超高晶片 台湾全部生产 全部在台湾 所以美国如果说 它维持经济 军事或军工科技发展的话 现在不能丢台湾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台湾有它战略地位 台湾可以克制中国大陆 第三 台湾是个民主样板 第四 如果说美中真是争霸的话 那台湾就是争霸的标的嘛 也就是谁争到台湾谁赢嘛 谁争不争到台湾谁就输嘛 再自从美国都丢掉台湾好 那你就不用混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对美国而言 台湾现在是绝对不可丢掉的地方 所以怎么会去 推台湾去打仗呢 推台湾去打仗 那美国就要上战场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第一 上策是嚇阻战争的爆发 然后中策就是要打赢 那说下策呢 对不起 没有下策 就这么简单 李舟兄 我不想您对明老师的观察 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我想要这个 除了刚才我请教明老师这个问题 Arcadino为什么这样说之外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美方希望 那么美方的这个军方 能够跟这个北京的这个军方 能够对话 但中共的解放军是不愿意的 中共的这种态度 怎么样是个摆谱吗 给华府看吧 中国的态度 事实上中国现在没有办法示软 尤其是他们说的 所谓的条件还未成熟 尤其是国防部长还被这个美军 美国制裁 从2018年制裁到现在 所以中国基本上 还是维持着他的这个立场 但是呢 双方其实都对于所谓的军事准备 真的都在积极的部署 刚明老师的分析 有美国的上策是 所谓的这个威吓 嚇阻 希望战争不要爆发 这确实是不要 这个确实是上策 就是双方最好是不要打仗 美国大奎利诺将军的事实上 他在整个印太的部署当中 一直都在强调 就是要让中国 要非常明确的让北京当局了解 如果发动战争 一定会是非常惨烈的 那当然这是一个威吓的效果 可是同时呢 他这样的论述 也在同时向美国国内去传达 如果要把这个威吓的效果 讲得这么大声 你必须要有真正的 有威力的棒子在后面 放在背后 所以美国其实呢 在国内也产生了很多的 这个政策的辩论 就是针对美国的国防的需求呢 是不是国防预算能够增加 是不是能够赶快的增进 所谓的海军的需求 事实上 我们如果看到 真实的这个 所谓的定量的数据 会发现 中国解放军它的数量上面 确实是快速的增加 它的预算上面 也确实是在增长 美国也看到了这个状况 所以阿科利诺将军 一方面在威吓 另外一方面也像国内 尤其是国会 诉诸于现在的 美国的军队 尤其是海军的部分 真的是必须要赶快的强化 有一些需要更新的 要赶快更新 船舰的数量现在已经落后 必须要赶快补增 这个是阿科利诺将军 另外这个话中有话 去强调说 美国现在也需要 赶快把那个棒子补增 那在此同时呢 其实我们说 美国现在确实 在短期之内 还是有这个底气 事实证明 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资料都告诉我们 美国确实在军事上面 还是 目前还是占有优势 而且是明显的优势 所以阿科利诺将军 希望能够赶快 趁着有优势的时候 赶快去做补墙 这一点也是 包括是美国 包括台湾 都要看清楚 目前美国正在积极的补墙 台湾自己的国防力量 也是美方一直在要求 台湾去做增强 这个部分 台湾真的要看清楚 要该加强 还是要加强 物事敌之不来 事物有底代之 刚才两位都谈到 台湾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问题 同时明老师也特别强调 台湾的重要性超过这个乌克兰 对美国的利益而言 我先把这个问题 跟两位的这个讲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就是正好 最近在国外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新闻当中 那么曾经引述了一个军事权威的专家 说美国准备跟台湾采购23套 台湾准备要泰除的英式的这个飞兰防御系统 去给乌克兰 那么这个分析里面 其实讲的非常这个专业 是符合现在乌克兰的这个需求的 同样的问题 在立法院提出质询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就是台湾的这个国防部长 邱国正他表示 面对记者的时候 我看台湾的记者说邱国正否认 后来我去看他在立法院答复立委的这个质询的时候 邱国正的这个说法是说 军方不会擅自这个做这个主张 米老师这个邱国正这个说法 那不就表示说他上面的老板 才会去做这个主张吗 同时这个新闻出来 那么并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正好台湾的这个太久换星这样的进行 远在乌克兰的这些个这个国外自民 他不可能知道这个状况 所以很想象这是这个美方故意放出来这个讯息 你觉得第一个台湾当局是不是有思考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台湾适不适合主动的提供任何军事上的军需品 或物质的这个供应给乌克兰 先回到后一问题 我觉得台湾是不是能够主动提供 恐怕不是台湾能决定的 恐怕最后还得经过美国 或至少经过美欧的同意才有可能 不过这个新闻提供了几个观察点 第一就是很多人在批评台湾军被落后 我们现在淘汰的英式飞战 可以拿到乌克兰战场上去打仗 然后再说一遍 我们要淘汰东西可以实战 谁也可能可以打赢 这个表示说我们淘汰东西不错 那表示进来东西更好 是不是这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邱沃这样讲话呢 是谨守奋计 他不能决定军品到哪里去 他只能决定说 这对我要太旧 我要太旧 然后换新 他的SOP 好 那完了之后就是 太旧的军品去了哪里 那不是我能说的 那太旧 甚至我们政府也不一定会讲 我们政府就说 美方要回购或美方要拿去销毁 那我们政府最聪明的说法就是 这东西原来我们是跟美国买的 然后现在我们要跟美国换新的 我们就去折旧嘛 打个两折 打个三折 把英式飞战卖回去给他 英式飞战也完成阶段性任务了 然后我们现在又添了一点 钱又买了新的飞战回来 然后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了 至于说卖回去的英式飞战 美国要干什么 那他们的事我们管不着 对不对 但是美方告诉我们就是 淘汰掉的英式飞战都还蛮好用的嘛 当然 他等于讲了几层事情 所以如果这个事情是美方有意这样放话的话 那放得很高明 那我们这边至少部长讲话呢 讲的是谨守奋计 那后面就要看说 我们政府有没有人会跑出来讲 我们要卖武器给乌克兰 要看这一段了 那这段我觉得聪明的话就不要讲 因为这样说 将来啊这个战争打到一定程度啊 就算不是真的打完 双方只是签个停火或停战协定的时候呢 乌克兰是需要重建的 然后俄国也需要重建的 重建的工程非常浩大 投资也非常大 商机也非常大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你随便得罪任何一方呢 都不太好 对台湾来说呢 保持一定的距离 到时候看看情况怎么样 然后扑进去呢 也进乌克兰重建 也进俄罗斯重建 台湾这样就双方得力 所以现在台湾就是 哪边都不要得罪 可能会比较好 李同学你如何看待呢 这个很显然是来自美方的这个消息 英式飞弹 台湾的英式飞弹 那么可能太除之后 会进到乌克兰的这个战区 您怎么看待这个讯息啊 是基本上我同一名 您老师当中的分析 事实上台湾的角色 并不是台湾能够主导 虽然听起来还是有点尴尬 但是事实上在供应 乌克兰军火的这个品项上面 真的不是台湾可以主导 如果美方会需要 或者是我们的西方盟国 这个需要的话呢 可能会对台湾提出要求 然后当然某种程度 也间接证实了 台湾的军事武器 尤其我们自己研发的 这些飞弹系统还是不错的 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可以观察的是 目前乌俄战争 真的打了蛮久的时间 美国已经投入了数百亿美金的 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而西方的各个国家 其实也在军武上面 提供了不少的澳元 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 军火的供应供需不平衡 军火商事实上 已经把所有能够卖的武器 或者所有需要的武器 都已经投入到乌克兰的战场 留下的只是国家所需要的 那目前的状况是 美国已经积极的在寻求 超过它所谓的北约范围之外的 这些国家盟国是不是能够提供军事的武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乌俄战争的过程当中 韩国卖了坦克卖了飞机 事实上美国现在需要的 不只是韩国 还需要更多的国家 都能够把武器 能够供应到所谓的乌俄战场上 这是某种程度反映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军事的生产链 军火的生产链 其实现在遇到了蛮大的缺口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重点 坦白讲明老师跟李东兄 我个人的观察 当然台湾在乌克兰的军需供应上 我们要保持一段距离 但从英式飞弹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的观察可能更 会关切的一件事情就是 邱国正到底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情 我认为当局的 对美关系的做法 细致跟切割的方式 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认为小英政府 特别是蔡宗隆本人 她有一个核心的这个团队 那么非常细心的经营 跟美国的这个关系 那么军方可能在相当程度之内 是没有办法参与的 当然这个可能要 从不同的这个面向来讨论 以后我们有机会 再来讨论这个事 不过既然两位 那么都谈到了这个 乌克兰的军事的这个情势 特别是刚才明老师 有谈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没有跟一个 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这个有作战的这个意愿 这让我想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拜登才刚刚同意 要训练这个乌克兰的F16的 这个飞行员 不是吗 他如果要训练这个飞行员 因为他神经是有遇过嘛 对不对 你看看这个俄罗斯方面的 这个反应 基本上他们concern F16原因 是因为他们认为 F16是可以携带 这个核子弹头的这个武器 所以对于这个俄罗斯 他很显然的把F16 视为一个symbolic的这个象征 所以拜登这个做法 不是刚才您说的这个 这个美国不希望 跟一个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来作战 可是他已经 也许他百般不愿意了 但最后在盟国的要求之下 他同意训练这个F16这个飞行员 那是不是让他越来越 这个怎么讲 他的决策可能越来越为难呢 也不完全是 因为你要知道 乌克兰军队原来是苏规的军队 就是苏联 苏联规格的军队 所以飞的是米格战机 他不习惯飞这个西方的F16战机 美式的F16战机 欧洲的战机他们也不太熟悉 所以你注意看就是 他们欧美各国 要把自己武器送到乌克兰去的时候呢 他训练乌克兰人要会用的东西 这是第一层 那第二层就是我刚讲说 其实从美国看起来呢 他认为俄卫战争呢 快达到一个关键点了 要么就是乌克兰打赢 要么就是僵局 他们当然不希望僵局 所以希望打赢 那打赢的话 我就要提供这个 比较更先进的武器 哲联斯基也 也明白开了wish list 开了愿望清单 当然英国很不高兴 英国说 我又不是Amazon 又不是什么 所以你不能这样 这个漫天要价 但是你说你讲 不高兴归不高兴 你会不会给呢 会给 因为大家都希望把俄罗斯打败 尤其希望把他打到断手断脚 然后不可能再发动下次战争 不一定会把他裂解 或干什么 但打到他不敢 或不能发动下次战争 这是西方国家的目标 所以美国现在就提供F16 也就是 或是提供 德国提供暴士坦克 英国提供什么暴风阴影飞弹 都希望把俄国打到一定程度 至少要打到俄国退兵 不一定是要往下打 但打到退兵 所以你注意看 现在基本上 乌军不太打进俄国国境 不太打进去 他都在边界上打 那就算要打的话 也就旁边几个小镇小村 打完就出来了 不敢再往里打 大家都说两军相战 你不是最好的办法就是 最好防守去进攻吗 你直接打到俄罗斯 不就怎么样了 你直接打俄罗斯 俄罗斯大局反击之后 那你西方要不要介入 所以大家说 打一个消耗战 没办法 现在这个处境就是这样 因为你面对的是核子大国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的核心 美国这样做 是不是离他跟俄国打仗 越来越接近 是 但他毕竟还是有一条切割 我现在没有直接进去 我现在就摆明 我用乌克兰跟你打 你只要退兵的话 我就算了 但如果说你真的往下打 你要把乌克兰打到死的话 那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进兵 所以他等于把他现化出来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我援助这个F-16呢 就帮助乌克兰打赢 打到什么地步呢 打到你退兵 其实话也很清楚 打到你退兵 你俄国军队完全退出乌克兰了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好谈了 那现在看得愿不愿 那俄国当然也很清楚 但俄国也不能话讲成这样 俄国就必须强调 所以他必须说 F-16可以携带核子武器 他明明知道 美国不会用核子武器 因为美国用核子武器的话 那他就等于 邀请俄国使用核子武器嘛 所以这不合美国的基本逻辑嘛 所以意思就是 他很清楚 俄国虽然清楚 那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为什么讲 这个东西可以携带核子武器 对我们形成核威胁 他故意把事情讲大一点点 否则的话 他不能站住他的立场 所以双方其实都很清楚 在对方在干什么 想要干到什么地步 那话呢 必须多说一点点 所以我认为 现在就是我们不太需要 除非有什么意外 我还得留尾巴 除非有什么意外 否则大家不用太担心 第一 美国直接介入了这个问题 第二 也不用担心核子武器问题 现在问的就是 俄国什么时候愿意认输 俄国什么愿意松手而已 只是这样子 是 在美国现场 吕中学校 您觉得这个F16训练的事情 你如果看待 美方是愿意再加一把劲 彻底地帮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吗 那么这个所谓的胜利 到底应该怎么界定 什么样才来胜利 包括克里米亚战略的问题 容易解决吗 当然很不容易解决 否则不会乌俄战争打了这么久 其实我的观察是这样 就是说美国面对所谓的训练F-16飞行员 这个呼声跟这个要求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F-16的战机 由美国出售到这些国家 尤其是即使是出售到北约的盟国 如果他们想要再转赠给乌克兰 或者是想要出售 事实上都要得到美国的许可 这是在军售案刚中本来就已经签的制式的条约 再者呢F-16战机为什么大家都抢着药 原因是因为F-16战机性价比非常高 而且在空战能力很高之外 空中缠动能力很好 其实它最值得关注的 在乌俄战场上最有用的 是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 它挂的弹是可以大幅的去攻击到 目前大规模乌东被占领的区域 我们要知道现在乌俄战争现在遇到的僵局 乌克兰现在正在反攻 可是反攻最不顺利的部分 就是因为在地面大规模的这个范围 俄罗斯过去这段时间 部署了非常多的地雷 导致乌克兰的军队想要反攻的时候 如果没有空优 没有空中的火力支援 是没有办法有比较明显的进展 而且俄罗斯在过去这一年的时间 因为陷入僵局 俄罗斯不是在积极的寻求再往前推进 而是在地 透过外国媒体都已经报道了 俄罗斯在地挖了非常多的防空的壕钩 事实上他们打算要做长期的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F16的战机的关键的对地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那北约国家当然希望美国可以松绑 希望美国可以允许 乌克兰可以拥有F16战机 因此向美国提出要求 美国在几经考虑之后 当然如同明老师刚刚所分析的 美国也许看到了俄罗斯现在遇到一些困境 而且看到了战争有胜利的迹象 所以终于松口了 至少F16的飞行员愿意协助训练 到时候战机会不会给 从美国来给到乌克兰 或者是透过其他的北约国家给予乌克兰 这就要看美国盘算胜算的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要说 现在的目前看起来 拜登政府确实是感觉起来 给乌克兰更多的训练 给乌克兰更多的支持 一方面回应盟友 另外一方面也确实看到了 也许胜利的契机是在上升当中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李东兄我就接着请教 这个也就是美国愿意提供 极速炸弹给乌克兰的原因吗 确实有一种说法是说 因为极速炸弹 我们要知道极速炸弹 它是杀伤力非常强 而且事实上国际有公约 尽可能的在人权的部分 是不要使用的 所以它当然也承受到不少压力 可是如我们刚刚所分析的 整个乌东的范围非常非常大 毕竟整个乌克兰有19个台湾大 想象一下那个范围 整个范围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如果用传统的用坦克推进 步兵推进 事实上要得到成效非常困难 所以现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要突破这个僵局 就必须要用相当的手段 极速飞弹是一旦发射出去之后 会分散成很多的小炸弹 面对大规模的攻击 是非常有效果的 当然它就必须要承受一些 所谓的人道的这个异议 那俄罗斯其实也同时的 去做一些反击 它说他们自己也有极速飞弹 这点我们必须要讲 美国的极速飞弹的科技 跟俄罗斯极速飞弹的科技 事实上它是有很大的落差 俄罗斯的这个亚弹率 也就是失败率呢 大概根据资料是30%到40% 美国的这个极速飞弹 炸出去之后的失败率 大概是5%到10% 所以俄罗斯就乌克兰一直都认为 美国的极速飞弹会对战场 造成带来很大的帮助 这也是为什么美方希望 乌俄战争可以赶快的结束 现在不得已提出这样的一个手段 提出这样的武器 希望能够给乌克兰更多的帮忙 美老师因为这个刚才 宇龙兄提到了 俄罗斯他也宣称他有极速炸弹 特别是这个 他们的极速炸弹 没有像美国这么高明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说俄罗斯也动手用极速炸弹 他攻击的是这个乌克兰嘛 对不对 但因为他没爆炸 所以他未来的这个威胁性可能更大 那所以如果这个乌克兰使用了 这个美国的这个极速炸弹 他会占的便宜吗 要这样说 我等会再回答会不会占便宜的问题 我先说就是美国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 这个战争达到现在差不多快一年半 对不对 一年五个月左右 我一直在讲 如果打成一个长期战争的话 它会是一个消耗战 它对于这个俄罗斯是消耗 其实对美国跟欧洲也是消耗 也就是双方都要投下很大量的钱 跟投下很大量的武器 打到这样你可以看到就是 其实到最后呢 美国你说它是大国 然后欧洲大国 可以说大概基本北约吧 投进来了 这么大的国家呢 也吃不起这种消耗 那俄国公然打到焦头烂额 我很早就判断 我如果打到将近一年的话 美欧也会焦头烂额 它们在两个方面焦头烂额 第一呢 在军火军备上会焦头烂额 第二在经济上会焦头烂额 那么俄罗斯也是一样 它在经济上会焦头烂额 在军备上会焦头烂额 所以这种情况出来之后 对中共来说是最好的 我等于是下市对上市 我用一场战争绑住了美欧俄 等到你们打得都手软脚软的时候 那我就是唯一的强国了 或至少呢我就上升了 所以对它来说这是格外的好处 我一直在讲 最希望俄乌战争延续下去是中共 虽然它摆住姿态是 我拼命希望就要和平 好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就是 如果照我们刚刚逻辑分析 美欧然后跟俄罗斯都打到 这快消耗到最后的时候呢 就怎么办 你要想结束战争的话 你必须拿出非常的武器 所以F-16现在快出来了 鲍娃尔坦克过去了 什么暴风阴影飞弹过去了 然后现在最后呢 说要给急速炸弹了 这些话呢就是 就像刚刚吕东兄讲的 我说是说了我不一定给 意思就是我可能要给啊 那你要不要收手 你收手我就不给 所以它等于是另外一种威吓 但是到最后如果说真的 乌克兰看起来要战败 然后反攻不利 甚至被俄国逆袭 最后美国真的要给 因为他真的不希望乌克兰战败 所以给跟不给呢 还是最后那一刹那 但所有的情况就是 现在乌克兰看 我们如果从一年多看下来 最早的战局是 俄国进攻乌克兰防守 叫做俄攻乌守 现在这几个礼拜你看起来 是乌攻恶守 但是呢 乌的进攻不是十分有利 恶的防守还算不错 但是恶似乎没有力量进攻了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的 所以走到这一步 如果双方都觉得打得很累 欧美希望说能够停下来 我能够恢复经济 然后恢复军备 因为我还要去应付中共啊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要去处理 所以我希望这边赶快结束 我希望赶快结束 情急之下我就会出这一招 所以现在讲的话一方面就是 我是恐吓俄罗斯 你要不要赶快收手 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如果真收手我就不给 你要不收手我就真的给 我想赶快结束战争之后 我去对付那边 当然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 实在这个俄乌战争 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去谈 那今天节目最后我想谈一件事情 就是刚才这个明老师 还有李中雄提到了 俄乌的这个战争的这个现况 让我想到战争解决的方式除了这个用拳头之外 当然就是外交这个谈判 就差不多整整四个月前 中共的外长秦刚跟乌克兰的外长通了个电话 秦刚当时释放出来的讯息是希望乌克兰不要关死 政治解决争端的这个大门 OK 这距离现在才算四个月 可是四个月过去当中 这个秦刚已经消失了二十多天了 我们都知道在习近平这个上次权力改组之后 他基本上是掌握大权毫无疑问的 但是一个中共的这个外长 这个是一个门面的这个职务 当然蔡维斯在现在这个对中共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职务 秦刚如果没有习近平的强力支持 他也不会在这个位置上 一个可能的婚外情导致的这个外交部长 突然间失联了那么久 我觉得也解释不通 因为一个婚外情 不论是在中国或在其他的国家政坛当中也会发生 你觉得说要下来就把它提掉就好了 所以难道传出来说 可能秦刚是跟一个双面间谍 那么发生感情关系 那么开始形成需要damage control 这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可能当然存在 不过这个问题要这样讲 那说不定等一下吕仲兄可以这个发挥一下 这个问题我发生到现在已经几天了 也很多人问我 我一直不敢谈 为什么 因为知道太少 是 其实我们知道什么 第一秦刚消失了 对 然后我们知道 第二我们知道他应该不是男女问题 不是说没有男女问题 有男女问题 但这个男女问题的严重性不至于让他消失这么久 第三呢 大概也不是健康问题 因为你说Covid-19你说油阴转阳 那两个礼拜也应该出来了 而且这样你就可以堂而皇之 而且民政也不是讲说他就是生病嘛 你看到他的外交部发言人 两个都觉得很尴尬 一个看天上来 一个说你去看官网 那你说哪一个国家说 我部长在不在你去看我的官网 这话讲得很尴尬嘛 所以 当然这件传组消息说 秦刚已经病死了 这我们也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知道 第一他消失了 第二大概主因的不是婚外情 第三呢 可能也不是这个新冠肺炎的问题 第四就是外交部一定知情 但不能说 是吧 我们只知道这么多 所以你刚刚说 有没有可能 我说 如果说这些因素都不是话 那只剩下你的因素了 要么就有更严重的因素 秦刚卷进了火箭军 跟什么战略资源部队的阴谋叛变 或反戏活动 或知情不报等等 那问题就很严重了 除非卷那些 否则的话真的 凭刚刚那几点 真的没有解释他的消失 是 荣兄兄你怎么看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政治八卦 可是这个政治八卦的背后 更让我们对中共大黑幕 大黑洞是更感兴趣 荣兄兄你怎么看 是大家都更感兴趣 但是大家有更多的问号 尤其是我们都知道 在习近平的主政之下 权力其实是非常 基本上要达到这么高的位置 基本上跟习近平是完全非常接近 而且当然要得到习近平的支持 可是秦刚的突然的消失 导致外界更加的扑朔迷离 搞不清楚 他们的权力核心 到底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 我们从美国政府的角度 来稍微的来揣测 就是现在的美中的关系 当美国看到了 跟中国对口的外交部长 都出现了这个状况 美方会对中国有更多的问号 有更多的疑问 首先的疑问是 中国内部的政权 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动荡 动荡不安的状况 这个会影响美国 接下来对中国的谈判 到底是跟谁谈判 或者是 是不是要更加的谨慎小心 再来是对于美国 一样的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未来 事实上如果说习近平的政权 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处理的手法 事实上对于整个美国 或者是美国的舆论 因为美国舆论 现在也有在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对于美国现在就已经有的 所谓对中国的反感 其实这件事情 它会扩散的效应 会更加的明显 一般的民众对中国不了解 会更加的觉得 这是一个铁幕 这是一个非常封闭的政权 一样的我们刚刚曾经说过 Financial Times有用一个unhelpful 我也用unhelpful来结尾 事实上中国现在 北京当局现在的权力结构 出现了这么多的阴影 出现了这么多扑朔迷离 对于外界的美国 尤其在美国的看中国 会是更unhelpful 尤其是想要改变关系 更加的unhelpful 所以我觉得 秦刚的部分 可能要更多的证据 更多的事实 但是很显然的短期之内 对于美中之间的沟通 是不会有帮助的 今天我们一连串谈到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也谈到欧乌战局最新的情形 同时也试着就一个事件 去看看北京官场上的黑暗一面 以及它的政坛的动态 我相信今天我们两位嘉宾 提供我们的讯息 一定是helpful的 也谢谢全球的观众朋友 锁定我们频道 别忘了我们还有更多的讯息 在未来提供给您 请锁定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两位嘉宾 跟各位观众说声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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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李中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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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